好,現在我們今天晚上的節目即將開始 首先,我給你介紹我們大學的一個內容 我們要用這個說唱藝術 主要就是由我們中正樂齡殼子弦樂團 殼子弦樂團,是怎麼叫做殼子弦樂團呢 就是它的圈子整個音箱是我們椰子殼去造成的 所以這等於是文化創作的一個很重要的樂器 是我們資源回收用雅基角來造成的一個非常美妙的一個特殊的地方相組的樂器 所以藝術就是由我們這個中正樂齡殼子弦樂團 給我們做整個節目的貫穿跟演奏 當然,我們藝術分為 請大家掌聲 殼子弦樂團 他們是一群平常也熱心公益 還有很愛音樂、很愛我們鄉土文化的一群好朋友 請大家再給他熱點掌聲好嗎 好,請坐 今天晚上我們有兩個主角 所謂主角就是說 他就是我們演奏藝術的主要的一個角色 一個就是劉曉二 這個是由王祛珠先生要來擔幹演奏 王先生呢 王祛珠先生 他的媽媽也是一個靈魂人物 那是由我們非常美麗的淑青 這個年輕媽媽來擔幹演出 等一下我們獲取的部分 有唱歌唱曲的 也是淑青小姐要來演唱 另外還有個演唱人是麗春小姐 他要跟我們淑青年唱的是客家的歌曲 就是那個客家粉色的部分 好,我們會後面整個故事 就是要跟我們介紹 什麼叫做半年水 買湯圓、買湯圓 要為何你湯圓是研究員 以往湯圓滿又滿 只要湯圓好寬圓 湯圓、湯圓、麥湯圓 湯圓反而一般 賣湯圓 唐每人 來的封illar 有史阿佐 麥湯圓、麥湯圓 當時你嘆的嘴唷 你往嘆的嘴唷買 叫馬車駕鳴一彎 承認嘆唷買嘆唷 紅漿可以包鐵花 嘿嘿嘿 嘆唷買嘆唷 紅漿可以包鐵花 買嘆唷買嘆唷 當時你嘆唷四元六月 要去嘆唷買買 不要嘆唷好快樂 嘆唷嘆唷買嘆唷 玩那一部嘴唷要買完 嘿嘿嘿 嘆唷嘆唷買嘆唷 玩那一部嘴唷要買完 玩那一部嘴唷 玩那一部嘴唷 啦了先刷唷 玩那一 fond